来自日本道地的拉面 客人一口接着一口吃着Q弹嚼劲的面条 和满足 业者强调汤底经过12小时熬煮 所以台湾新鲜食材为主 调味料全都从日本进口 为了守住食材品质 总公司派出日本师傅来台住店把关 对口味要求超严格 店家抢客员除了好吃 还要有特色 来自北海道的拉面 以1300度火炎放射器炙烧汤底 将油和汤头融合 消费者能阅读精彩火焰秀之外 这连长记嘴里的滋味也很特别 跟一般的台湾现有的拉面店 会比较不一样 那我们的话 我们最大特色的话 是我们用我们的火枪下去做炙烧 可以瞬间的锁出它味道的香气 味道比一般台湾重很多 我宁可是这个样子 因为不然的话到这边全部都台湾话 也没必要来 业者看好台北东区美食市场 日本道地拉面店纷纷进驻 有的主打特浓汤底 也有一海鲜和大骨熬煮的双汤头 各种口味就是要抓住桃客们的味蕾 中央社记者张智燕 吴依离台北报导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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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